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看每个老师 每个二十五位菩萨在说的 前面一定说自己的根器 说自己当时具备了什么能力 然后修了这个法门 他不是无缘故说我修了啥 他说我是怎么样 然后我修的是啥 你是佛 你能不能说点神话 不要说佛话 意思是特立了 也没有也有方法 比如说道家呢 他是走出神的这个境界 他是写内丹嘛 然后他出神 他不叫意思是出阳神嘛 就是道家兄内丹也叫出阳神 其实近是佛学的一生神 但唯一的就是佛学也是出一个神 他也是出个神 问题出现了 那两个神界底不一样 一个叫阳神 而且他未来是未有 从生死 就是长生不老 长生 就是说余化登仙 长生不老 他的目标也不一样 就是两个人 一个小时上博士 一个小时上高中毕业就行 比较实际务实嘛 两个神界底不一样 所以一个叫阳神 一个叫义神神 义神神是佛学的说法 当一个义神神 如果真的你叫义神神 你的意念可以生出一个清静的神 那这个一般都是苏神 有修行过 这是第二呢 一般都天也头比较稳定 是不是 天也头比较稳定 然后意念生出一个神的话 在某一个围动 然后这个神的界底 对空性的界底 对佛的界底 对第一地要了解 那么他就叫义神神 叫化神 而不是出神 道家是出内带嘛 一个内带出去了 内带叫阳神 已经扎道去阳神出窍了 还有一个佛学是义神神 我们人叫灵魂出窍 灵魂 阳神 义神神 三个东西有啥区别 认知不同 界底不一样 所以最终的目标不一样 走的方向也不一样 就是这样 你能掌控了你的义神神 第一是你了知第一地 第二你掌控你的义神神 观想也可以通过观想来出现这个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义神神 而且进入各个维度 你能寥寥风云 这个义神神可以穿越各种维度 因为他的时空 对时空限制不了他 他可以在各个维度做很多事 然后在做事的 这个义神神可以在其他维度 做很多事的时候 去了解佛学 因为他的 因为例子我自己是这样修的 那我出神去的时候 我的这个肉体是在座街上坐着 是吧 那么这个肉体坐在这的时候 那个义神神就出去了嘛 那出去以后我在游游参访 你也不是有你遇到什么去解决什么问题 你会看到很多维度的众生啊 是吧 那个各自众生在交流的时候 你也在抬第一地 他也在说嘛 有些东西他就 他也是不认识你啊 看你白嘛 有的想把你干掉 吃掉你啊 或者是什么 你也跟他们交流啊 然后有的是说佛学 有的是说其他宗教啊 有的想渡你啊 你还想渡他啊 两个人就在那里 就就 有的 但是如果你的义神是出去的话 你会介绍啊 你说我教杨宁啊 你出去也是啊 或者你说某一个维度的东西啊 如果你的神通足够大的话 有义神是与你舒适的正量有关 你会介绍自己是谁啊 如果认识你的人家 给你留点面子的时候 不认识你是谁啊 谁人是你啊 只不过是在其他维度修行 但是呢 在其他维度修行有一点好多 就是义神是他有神通嘛 然后他对时空突破的障碍 他就了知的更多 就是他的维度更大 他的视角和心胸更宽 而且障碍很少 就是修行起来更容易 更容易一点 我觉得嘛 就是 遇到高人的时候多 也遇到魔道的时候也多 就是反正 你要走不瞥的话 那个时候反正 其实很危险的 出去 出去因为进入不同的维度 但有师父 有师父是最好的 我的师父 我觉得师父挺厉害的 他就看着你嘛 然后你在师父带着你在修嘛 他也在讲第一点说 心是佛啊 讲的也是心是佛 也没讲出别人 在其他维度 学的也是心是佛啊 师父第一句话就告诉我 心是佛啊 我说心是佛啊 他就讲啊 是吧 不因为你在其他维度 你学的跟这个维度 不一样啊 对吧 也叫金刚经啊 也是雷琴啊 金刚经啊 这些法门啊 一样的 法画啊这些东西 那你在其他维度 你可以学啊 学啊 你成长会快一点 但是实况不一样 你在其他维度 可能用了三年 那可能这个世界三十年过去 因为维度不一样 可能觉得嘛 就是太快了嘛 就很 就是也许嘛 有些东西 他实惠不一样 也不能说谁快谁不快 但是在那个维度 他的障碍 不是这个维度的障碍 是其他障碍 诱惑你的东西更多 财定境界啊 你不想出来了 每天坐在那儿 就想拥有 一闭着眼就出去了 绕地球去了 你随会回来啊 回来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 你多无奈啊 在那里边你 好厉害啊 神通俱足啊 但是回来好像啥也不行啊 是吧 在那儿你能一度大山 回来那块石头也搬不动啊 所以你不想回来啊 是吧 你更想出去啊 但是你要回来 为什么 你要修报神啊 因为众生需要 这个又说到慈悲性的问题 因为对你来说 这个身体和那个身体 没什么差别 你可以舍掉 你可以 你可以住在那个身体上 孩子 在哪儿 在哪儿 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修这个身体 因为众生需要 因为这个 看到这个身体的众生 需要你改变这个身体 来跟它用人力的语言交流 那个鸟需要有鸟的语言 老虎需要老虎的语言 如果你在老虎道有一个像老虎一样的身体的话 对老虎的影响比较大 如果在人道你有个开身的身体 那度化人比较好 因为人道就是会觉得你跟它是一样的 凭什么它好你就不好吗 凭什么它能做到的我肯定能 如果我直接从空中降下 坐在金莲花上 然后头上冒着光圈 全身放着光 你会觉得你能达到吗 你只能养父 永远只是叩拜啊 养母啊 我是上帝 然后我永远扯不了你 人家你看直接从天上就下来了 我是从地里找出来的 我是我妈生的 好像我妈也没那么大能力 我爸也没有 我怎么能有呢 但是我也是我妈生的 这就不一样了 我跟你一样啊 我也是我妈生的 我爸生的 我也搬不住石头啊 我也会得病啊 我也会死啊 我也会老啊 咱俩一样 但我活的跟你不一样 我很开心啊 你为什么不开心 咱们一模一样 为啥你活生的啊 你说有果报啊 我也有业力啊 是吧 你说你 你啥也有 我没有啊 我啥也没有啊 释迦牟尼佛更干脆 直接来了个出家 三个伯 一个伯就一个伯 站在街上 穿个破银烂扇 我啥也没有啊 看我开心不 你还是比我悠悠的多吧 但现在大家就修断舌灵 我要断舌灵 到就像佛陀那样 只有一个伯 重点是我们可以学佛陀外在的亚洲 但学了他内在的人 是吧 不管是舍离还是拥有 不断的看自己的内在 始终正在道上 这就是道上 很多七公门派修 修道家 性命双修 从命修嘛 就是修内丹 修身体嘛 心心双修 枯心双修 其实佛学里边也包含了心明双修 修元通就是从肉体修的嘛 你看佛说 佛在雷亚经说 如果我们很清静 很清静啊 心很清静 不用说你破了佛别 心很清静 而且你 杀到瘾不犯 你可以用父母所生的肉眼 看到突破很多围斗 有父母所生的肉眼 你不用看天眼 你就可以突破很多围斗 可小儿子我们多不清静 我们啥也没看见 我们不是在追求神父 问题佛说了这样 说明我们不清静 但我们执着在哪里 我们要么就是 觉得自己杀到有毒犯 要么就是却不死了 安住 舍了还是得 你是放了还是 你是饭了还是舍了 这才是得 不要看那个放了舍了 安住者 这叫中道 此事此刻此地 刹那爱走 每一刻绝照到的时候 安住 按住 这就是修主 既没舍也没得 按住 这叫福报 这叫福德 刹那就回来了 既没舍也没得 福报就在那里 马上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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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吧 不管你觉得你舍了 还是得了 你都 都在话 没得 没舍 好 你是拿了还是放 你是拿起来 还是放下 没有 既没拿也没放 既没有得也没舍 安住 重大 这就是重大 佛学是这样计算 无德无实 福报最大 不是你说 是金钱如粪土 福报最大 金钱在那 无德无实 福报最 你既不把他开着粪土 也不把他开着拜金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本来没关系 只是众生一直跟他扯上了关系 因为众生需要他 觉得他跟 他就是我生命的工具 我觉得没有钱我活不好 你真的没有钱活不好 此时此刻我们 谁也没把飘飘收出来 当你此时此刻快乐的时候 谁会一位钱快乐的告诉 谁是一位前面放了一招 一毛钱快乐了 那也是钱为什么不快乐 不是说似他如风土你就能快乐 说哎呀我不白金 我似他如风土 他读说什么我就快乐 你咋快乐 他跟你什么关系 你怎么似他如风土就快乐 你把它搂在怀里就快乐吗 或者放下就快乐吗 这跟你快乐不快乐有啥关系 再说跟你传道有什么关系 如果能这样想的就是按佛学的中道在想 如果觉得你失去了或者得了或者不失了或者 这就叫化动 然后一下按住了这就叫中道 然后按住在这儿去修 这就叫修正 持续坚持一段时间叫法门 一开始叫法门而起来 心里一听法门就惊了一下子 我好像中了法门的病了 老师不能给他了解 好不容易给他了解 说我这个法门受益了 让他鼓励一下 他一直讲这个法门有问题 是吗 我一直要想说 我一直会说到你耳根约头为止 你记着 然后起了戒指 让你坏 让你狂 让你一直到你怨 知道吗 如果耳朵疼的时候不要跟我聊天 我懂了 意识成年了 现在够了 因为你懂了嘛 是吗 怎么会老活在过去呢 既然你懂了现在够了 有什么遗失呢 你得了什么失了 有什么遗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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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遗憾呢 你懂了OK 难道所有的修学不是想要懂了吗 懂了就OK了吗 但是要学会还需要点时间继续啊 所以一直都学到大家说 老师不要提第一异地 然后不要提佛 我耳朵疼 然后我就提第二异地 然后老师你到底在说啥 你能不能不烦 你闭嘴 我说我今天不想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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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想治愈 你不想治愈 我今天不想治愈 你不治愈 你没治愈 你出来 我他身体 你死不治愈 我们会儿生臣 你得不治愈 你脑子 你呢 我恐怕 感谢观看